南無本書社交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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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心親未苗發 百千萬劍蘭造武 五金見聞直樹齊 萬代如來真實 各位法書、各位聽見大家,大家好 我們繼續跟各位說明 我們前一段二十三項所提到的 是以上下的文 那麼我們講到這個文 作一個中小文 我們佛公 若叫你阿蘭這樣說 你虛愛是由你的心和愛 如果這樣呢 你找不到你的心和愛 住在什麼地方 這樣就沒辦法打到你的煩惱喔 隔壁青春一個國王 國家讓敵人要把他侵返 國王必須要派兵去應見 但是兵力一旦要出去 一定要先知道敵人在什麼地方 這個合法就是要跟我們說 現在你流浪生死輪迴 就是因為你的心和愛 定義是你的敵人喔 那麼呢 我再來問你 你的心和愛在什麼地方 阿蘭達佛佛講阿佛道阿 世間有十種的眾生 就是在知 這個心基礎在神來 佛的心當然你也是在神來 當時十年的眾生的眼睛 都生在那個面 佛你的眼睛也生在面 因為之前佛里有說過 說我就是佛丁金 就是色丁、鄉丁、美丁、畜丁 這四丁來成就的金 所以現在我看到這四種佛丁 收成的眼金 在我的面臨有處可見 我阿蘭的心 我現在知道 你在哪裡呢 各位 你我的生活 阿蘭他自己 聽世宗跟他講一講 他這樣想想 好這樣我已經答對了就對了 很高興 所以各位阿蘭現在說認定 心福里信來 我們現在看佛怎麼說 我們看二十三一 頭正面勝出我來第三招 福哥阿蘭 逆金現著如來鋼灯 官吉德林 金何所在 謝尊出台中價 清真鋼灯在吉古讀完 金吉德林失在東月 阿蘭逆金當中生何所見 謝尊我在當中生見如來 處官大眾如是外夢 風修臨完 這個文 因為阿蘭這心在來 他又主動因出十種的眼神 要來嫁妒自 因為阿蘭這心在來 這心在來 正常的眼神所見 靈看 這些事情 謝尊就一項一項 先來給他寄贈 所以佛對阿蘭說 你現在坐在這個鋼灯裡面 就是這個紀元正什麼 去古讀中間所見的這間鋼灯 這間鋼灯的這個地方 你有看到這個基德林在什麼地方嗎 他就像我們這間鋼灯 你在這裡對不對 你有看到外面的像嗎 沒有 對 佛對 問他坐在鋼灯 看他有看到外面的基德林 基德林現在在什麼地方 阿蘭知道嗎 對嗎 阿蘭就答覆說 鋼灯是起在這個基德林裡面 這個基德林 就是在鋼灯的外面 阿蘭這樣標明什麼 標明這個境有來我 阿蘭就再問 阿蘭你已經當中鋼灯所見 好 我現在知道鋼灯到外面的基德林 他們這個中間 你現在跟我說這樣我知道 來我問你 鋼灯在裡面 你現在人在鋼灯 阿蘭你看到什麼 阿蘭就說 我在當中先看到鋼灯 其實我這裡看到台中 後來我這裡看到外面出去 我這裡看到外面的飛行 阿蘭的意思 阿蘭我看到就是這樣 我這就是 鋼灯的情侯 社總說阿蘭 你俗淋完櫻河優見 社總出台鋼灯 佛優開闊 古墨仔東 在外俗見 社總有個問阿蘭說 阿蘭說 櫻河有見 阿蘭答覆說 因為鋼灯裡面有棚子問 棚子門開開了 你在鋼灯裡面 你是怎麼看得到外面 因為有鋼灯有棚子門 所以我對棚子門看出去 橫橫我就有看到外面的像 你我們說起來也沒問題 有鋼灯 所以佛三番給他頂問 他都是明知古文 是怎麼怎麼明知 這樣還要再問 因為要蘇聯阿蘭自己說 他變破 他的這個接觸 他才不會變破 所以阿蘭以及一切眾生 一向 都是這心在來 一旦如果他祝福 鄉橫生的一個鄉部 會疑惑 所以佛就成立 現後才要祝福 鋼灯 就是阿蘭的色心 如來 他練這個肉團心 創有 就是譬如我們的眼睛 身體外面的東西 所以阿蘭在這間鋼灯的裡面 他的色心在阿蘭的身體裡面 譬如這個阿蘭先看到肉來 再來看到大象 然後再看到外面 這就是合阿蘭嫁心在來 合理 你基原的心在裡面 這樣應該說起來 你要先看到你的肉團心 心基原在來 你才沒看到你的心肝鼻尾 你是怎麼沒看到你的筋鋼灯 你的頭門在生 你的筋在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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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你要怎麼可以說心裡裡面 各位 這樣你們聽知道 世尊在說的話 阿蘭說 心是在裡面 心嘛 那麼你認定心裡裡 你一定也是說裡面 那麼世尊的意思 意思就是說 你基原認定心裡裡 是怎樣 你會去看到外面 你合理你的心裡裡 要看外面 真正是不是 要先看到你的內裡 你內裡有什麼 有心肝 有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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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先看到這裡 你基原沒看到 你自己的丈夫 你直接就看外面 這樣你的心如果是來 所以 這個中間 就是要基出六斤 翹核通膽 我們的六斤有翹 有翹 所以要來辨別 因為我們 如來要跟阿蘭說的 真正就是要把他 王氏定的宗命 因為阿蘭雖然叫佛頂 他還不知道佛頂 佛頂不僵致命 兵雄時 只聽說三頂救命 就加一支廟 所以頭前阿蘭就有問佛頂 什麼叫做呢 請到他 什麼叫做三伯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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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做最方便 要怎麼成就 阿蘭頭前就有清告 要恢復這些問題 所以 你聽到阿蘭說 心 心理心腹 會來得 喔 社群 就開始 要再拼了 二十四 要頭前面 算到我來第二招 你是社群在大眾中 事金色彼 無阿蘭頂 又是阿蘭去一大眾 由三母帶明大佛頂 收靈閻王 祭祝萬兴 十方如來 一聞超出廟宗閻路 你今提聽阿蘭頂內 會學修祖祭 現在要顯示這個頂的名 這裏中包含有三點的意義 第一 要收拓 收拓令氣 因為阿蘭清福開始生佛的法文 我們佛翻來問他發心的本因 乃至到這個元臨金合所在 定義說阿蘭跟社群 他們的一文一答 答非所文 所以阿蘭難免會感到懷疑 那麼現金佛 要來支持台頂 要讓這個阿蘭知道佛 要開始的貸款 讓他心生煩氣 第二點 正破夢 因為兄姓佛偉 所以姓安下這個頂的名 讓他知道夢心水破 飛動斷滅 還有台頂 所以姓佛祝有希望 第三點 靈頂申強 所以姓佛祝有希望 他要表現這個修靈嚴台頂 就是要讓我們知道 今天發肥的思想 要專心注意聽 用意滴到利益 不滴 有人聽不到中途的退色 所以我們婦禮這個時代頂申 所以我們婦禮這個時代頂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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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就是申 申 申 申就是 申出他的手 申出他的申出金色 所以申出金手 用他的手 來塞阿蘭的頭頂申 因為阿蘭前面有親父說 這個三母帝 這個三母帝 最初方便的收行法 在三官的內中 所謂的家官 三母帝是台頂的總名 也叫做三母帝 也叫做三母 也叫做靜頂 那麼台頂跟妙頂 靜頂就是申別 不是外道的聖頂 那麼台頂也申別 不是義姓淫的修頂 所以妙頂 也要申別 不是寬生菩薩的祖頂 佛頂文古文 人說有真體三母 俗體三母 中體三母 有立別三體三母 外鄉三體三母 可見 外鄉三體三母 就是要通一切法 一切三母都是入在這個中間 這樣可以叫做佛頂 我們佛頂跟阿蘭說出三母帝 這是台府頂修領領 台府頂就是正頂修一的立體 修領領就是清醒修修的妙形 這也就是清醒修修頂修修不異 這裡可以生出無量三母 這裡可以做一切中的中體 所以一行祈祝無量行 無量行中一一 行祈祝一切行 這樣才叫做祈祝萬行 这个意义 在我们帝幕里中 曾经有把各位说明 在收铃研称王 要有十种既得 这可以称作收铃研王台庭 第一要有尊性 这个台庭就是主法之王 第二要台府 这个庭集结了一切胜宅法保 第三要有福利 台庭集结形成的公立 台庭要订定 省事不动 烦恼不轻 这可以看到这个台庭 第五要通列 这个庭可以列一切庭 列一切法 第六主宰 出生入宿 主宰无宰 第七 为敌的行务借外党 无敌不及 第八点 帝名 帝非名利 教费属利 第九 真实 立主法实习 人行相应 第十 人主 万亲 平定 宝负 幽情 因此各位 收铃研台庭集结了上面这十种的立者 可以叫做收铃研王台庭集结万行 所以台庭所依的立体 就是我们众生本纪的 法阳坚说 一切众生改纪如来 帝非得胜 今天我们如果没有这些帝非得胜 这样我们要收什么 怎么收也不好 所以可见 台庭一行旗族一切行 无敌不比 无法不立 这样叫做改旗 这个庭无量夹来 所修的公帝 一时改善 这样叫做结旗 所以收铃研王台庭 就是我们众生本纪的立体 义轻的结旗了一切旗 改旗了一切法 只叫做结旗万行 这个结旗万行也可以叫做普遍行 也可以叫做发贼行 如来行 那么十方如来 无不移处行文 敲外一切因为 在处高上普帝 各位 如果我们没有结旗这些工夫 我们出家要做什么 我们学会又要做什么 什么就做公帝 就做相经 对不对 这就是在施定 因为我们本来就基族这些公帝 因为我们都蒙蔽 我们就让贪心痴 这些所有的烦恼 都一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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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扎掉了 我们现在在收就是一顶一顶一顶 要把它扎掉了 有一天你就发现到说 啊 我本来有这些东西 我才不知道 所以 各位 你一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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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是非用 再經過亂、認、定、死 第一發 四加行 才好呢 進去到十多 頂角 所以 收行就是這樣走 像我們要去海 要去海 一定要對牽的才可以到海中 像我們在爬山 對爬山在爬山才可以爬山 今天我們佛宮這個 修靈嚴台中 要受這個頓情 不理這個尾處 不需要經過五十五階尾 就是要跟我們一門敲出 廟宗嚴露 所以 不再叫我們就要撇聽 九階難 主義 不能夠亂拍太 那那個 心不能夠讓眼睛 拖著攏 拖著攏 人家看到什麼 行人拖著攏 如果聽到一個什麼聲音 心就沒心了 就來 那什麼人啊 那什麼 這樣 我們都讓這拖著攏 所以分 要說出這麼重要的這個道理 叫我們就鐵廳 主義全神貫注 所以說到這個時候 阿蘭呢 冠軍起來頂禮 頂禮 就是 福修主旨 領受佛的主臂之意 願意接受 這個時候 正正就是什麼 修主客 規索 代法之時 對 給謝孫一直給他 布 他也沒煩惱啊 他也說 嘿 不是在裡面 沒有就在外面 這樣想 想都沒有啦 對不對 所以謝孫呢 一切 要跟阿蘭呢 一直布 不然呢 阿蘭 他也是可以接受 謝孫 一直替他 摘鼻 一直替他 所以世尊要再跟阿蘭說 我們二十四年後面一段 阿蘭很可愛 世尊如果在他唸 他都不知道是在唸他 所以他也很可愛 也接到他可愛 那麼佛跟阿蘭說 這頭正面這幾句話就說 你的生活在江湯 你的生活在你的生活裡面 就是因為有堂門 所以開開 你才有看到外面的臨風 這樣就是由你眼耳鼻射身這五斤 把你穿搭外面的環境 對嗎 對 所以佛又翻桌回來跟他問說 也有人在江湯裡面 沒看到路來 直接就看到江湯外面 有人說 如果要記事實來論起來 你江湯沒有看到路來的你 直接就看到江湯外面 沒有這個道理啦 沒有事處啦 沒有這樣啦 各位 世尊 他就是要突破阿蘭 不過阿蘭也覺得 這比較有可能 對不對 那不是在說我肉 所以 世尊就說 阿蘭 你的路實阿 你這心靈一切明瞭阿 用你現前所明瞭瞭瞭瞭瞭瞭瞭 你時生合 놓äly lin心 riba 破映own生生见心中 給關慰物 揍不良見心甘肥 rui 要生發動緊張 但滅油 生合冥料 如何不滴 必不累滴 溫和滴血 死果硬滴 密人各料 凝滴之心 主宰心落 無有事處 世春實在有夠 老公話你感知 世春聽阿蘭說的話後 他就會寄證 就會說明 就再跟他披露 就再跟他追究 哇 各位 說話可以贏世春的人 我看不見了 就不管你說什麼 他主言就會跟你拼 拼到這樣 他就跟你說得條條有利 要讓你心服口服 不是今天我最大 我說的就準算 你把我點點 這樣 不好 世春很民主 世春的說法是民主 他不是說用去他說的為標準 所以各位 到底世春還要跟阿蘭說 你能入時 入時是什麼 所以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等下 會直接繼續來跟各位說明 各位 李靈嚴經 當然是 有一些獎禮 說到沉立去面 就比較無法 如果說到阿蘭在說這些話 應該你們都覺得會出來 阿蘭跟學生在說我 阿蘭跟阿蘭一樣 地生而已而已 所以慢慢地蓋上他們的主意 你就會發覺說 平常是我們在想的就是不對 怎樣不對 好 先來回鄉 我願意出說得 中嚴佛正道 最無數重因 下座三道口 六幼見聞者 色法保體心 盡處於無心 當生結露國 南無本書 切假阿摩尼佛